日本罔顾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反对 已经擅自向海洋排放超过2.3万吨福岛核污染水 将污染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既不符合国际法也极其不负责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要求日方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全人类健康 全球海洋环境国际公共利益 日方应当严肃对待国内外关切 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妥善处理 中方敦促日方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防止核污染水排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开展第二轮穿梭外交的消息 请问中方为何选择此时开展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通往一个目标 那就是为止战凝聚共识 为和谈铺路搭桥 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作用 开展穿梭外交 凝聚各方共识 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贡献中国智慧 首先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中方对菲律宾方面近期在南海有关侵权活动 表示严重关切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在南海的和平稳定